对伊朗媒体报道 4月11日早些时候 伊朗原子能组织AEOI发言人曾表示 纳坦自核电站的配电网出现了问题 造成了事故 他说该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污染 和主管萨利西说 伊朗在谴责这一卑劣举动的同时 强调国际社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有必要处理这一核恐怖主义行为 并保留对肇事者采取行动的权利 纳坦自设施事件发生之际 德黑兰和华盛顿正努力恢复伊朗2015年 总统特朗普三年前放弃了该协议 特朗普重新实施了根据该协议 已经解除的对伊朗的制裁 并进行了更多的制裁 作为对美国制裁的反应 伊朗逐渐违反了协议规定的许多限制 两国上周在维也纳举行的间接会谈中 就如何使双方重新完全遵守该协议 阐述了各自强硬立场